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近日表示 如果美国政府执意再对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那么美国消费者将会在日常所需的 服装、鞋子、玩具 以及家用电器四大类商品上 多花122亿美元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 负责政府关系的一位高级副总裁表示 要让美国所有的市场参与者 同时将供应链从中国 转移到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 从短期来看 美国零售商只能选择 继续和中国供应商合作 并将加征关税所带来的高价格 转移给美国消费者自己